像我跟前夫的時候很好笑 剛開始要去 我離婚訴訟遞出去 那時候還沒有分居的時候 然後就說時間到了 就說等一下要去法庭喔 那就一起坐車去吧 那我就省交通費 我就說好嘛 省交通費 兩個要去辦離婚 對啊 因為現在時間到 下午兩點半的停喔 前夫就說 一輛車去 我就說好 然後省交通費嘛 然後就坐同一台車 啊坐完之後 就是第一停出來了 那就順便 他就說那不然再坐回去 我也說好 就省交通費 然後他順便再請他的律師 又載他律師一程 然後就我跟前夫 還有他的律師 然後那律師就好嚴勸 一開始嘛 好嚴勸說啊 賣離啦 後來律師下車之後 那前夫就跟我在車上 那要講什麼 他就問我說 你請你那個律師多少錢 然後我就說 我就不講嘛 我就說是有一些費用 不過因為認識會打我九折喔 他說我比你厲害 我到現在都還沒有付律師費 哈哈哈哈 再比這個 對 所以意思是說 前夫不是我要去故意給他 加這個帽子 他本來就是一個很在乎金錢的 你看我們私底下在講 然後到了真正進入訴訟 因為他要拖延訴訟 他就說我們因為小孩子才兩歲 所以他要申請那個程序監理人 來帶小孩子發言 那我心裡就覺得很苦惱 程序監理人 連兩歲的小朋友 要什麼時候大便 什麼時候小便都不知道了 怎麼能夠替他發言呢 但是前夫就那個方面就堅持 那堅持來囉 問題來囉 你請程序監理人 是你額外訴訟的人多請的 那這個錢要誰付 法官就問 滿貴的喔 基本上就要差不多三萬多 喔 這麼貴啊 對 然後所以法官就說 那是可以請啦 那你們要請就請 問題是這個錢要誰 到時候費用出來了 誰要先付 那那個前夫那一面就說 因為想要爭取程序監理人 當然就說 他那時候就說得很爽快 喔 我來付啊 那所以就請了對不對 後來程序監理人 花了一些時間 然後開始報告出來要請款了 哇 他請多少錢 他請差不多四五萬耶 因為可能時間比較多次 或者是他看前夫比較有錢 我們不知道 但是反正就是比 一般預期的三萬多 還要再多變四五萬 那法官大人就說 現在費用出來了喔 那誰要先電 因為訴訟還沒結束 可是這筆錢要先付出去了 對 那誰要先電 我的律師齁 就是很勾矣的人 他就看了我一眼 他說 他就說三個字 黃醫師 那我就瞪他一眼 我想說你看我幹嘛 我就說我不想出這個錢 因為上次明明是 對方有說他要付 對方要付才請的 我也配合了 怎麼現在 就報告也不見得對我有利 然後還要叫我來出錢 我也是百般不願嘛 然後我就悶不吭聲啊 我的律師做事 好像叫我要大方一點 我想說這時候為什麼要大方 我就不吭聲 然後這個時候我覺得是法官英明 法官記憶力好好喔 因為時隔好幾個月才再開一次庭 他竟然就跟我前夫講說 他上次說要請的時候說要付錢 說得那麼爽快 現在真正要把錢拿出來又縮回去 真的這樣講 法官這樣講 那所以他們才出這個錢 對啊 而且後來真正就是說 離婚分居之後不是 我是主要的照顧者嗎 那小孩子就跟我住啊 那小孩子你知道那個很小的小孩子 他會有喜歡的玩具 比如說他去爸爸家玩 他就喜歡那個機器人 然後就想要帶走 因為小孩子可能去他那邊的天數是少的 大部分在我這邊 然後去看到好玩的玩具 小孩子天性就會想要帶走 帶回媽媽家玩 可是前夫都不讓小孩子帶 把那個玩具帶回我們家玩 為什麼 就是很計較 或者是說 那會不會是希望把玩具留著 他才會來吸引他過來 不會啦 可是因為可以吸引小孩子的玩具實在太多 我小孩子通常不會單一喜歡什麼玩具 其實要有新的玩具或是新的玩法 他就會被吸引住 所以我還是會覺得是計較啦 頂多在買嘛喔 對 讓小孩子帶走 對 因為那個玩具 後來我去百萬公司 就給我兒子買一個 就是一個1599的機器人 1000多塊 對 然後更讓我覺得誇張的是 比如說在訴訟過程中 因為我們小孩子常常住醫院 那我說住醫院 你就會產生住院的醫療費用 可是出院那天他一定不來 因為那天要 因為那天要繳費 對啊 所以就變成說說 對 所以我看到這個前夫這個 這個例子 我就覺得 哇 把我們的前夫是做到這樣 其實 很感嘆喔 很感嘆喔